大家好,歡迎收看好想開箱 我是大呼 那今天呢我們要來介紹一款 CT值超高的全罩安全帽 也就是KYT的TTC 那KYT呢其實我們在之前的影片就已經有介紹過 就是各種不同KYT的帽子 那可以去看看我們之前的影片 其實我戴這頂TTC安全帽已經大概通勤了一個月的時間 那今天呢我會以一個很主觀的帽主的身份來介紹這款安全帽 TTC這款安全帽呢它其實有出非常多不同的顏色 像是你要素色版呢還是你要彩繪版 或者是你想要選手版 它有出漫威的彩繪帽 那它的價錢呢是大概落在2600到3800不等 看你挑選什麼樣的帽體 本身就有通過像是歐洲啊 或者是印尼以及台灣的按規認證 因此在安全上面你不用擔心它有什麼樣子的疑慮 其實我個人對於TTC最喜歡的一點 就是它有分大小的帽體款 XS到M是分為小帽體款 大帽體的話是L到XL是大帽體 因為不一定每個全罩安全帽都有出大小帽體 那這樣分大小帽體有什麼樣的好處呢 因為我本身的頭比較小 如果今天你沒有分大小帽體的話 我就必須以一個很小的頭去戴一個很大的帽體 我的頭就會覺得好像特別吃虧 首先我們來看到外觀 它的TTC的設計就是比較屬於有人角的 所以它正面會看起來好像有一點點圓潤 但它其實側面是 你可以看到它的人角式其實是比較多的 加上還可以額外加雙壓尾 如果你是喜歡那種比較有線條感的安全帽的話 那我覺得KYT的帽型你可以試試看 那我覺得它做的其實相當有誠意 因為它總共有給你四個位置的可以開關的通風口的設計 分別是下巴 再來是額頭 以及左右兩側 都可以做開關的通風口的設計 就不會覺得說很悶熱這樣子 TTC它使用的扣環是用金屬插扣 這也是為什麼我會選擇TTC的原因 因為這一頂我本來就是拿來打算用通勤使用的 金屬插扣它給我的方便性會大大的增加 所以我很喜歡它這樣子的設計 好那再來講講它的內側部分 它是採用三件式的設計 那它同時留有眼鏡的勾槽 跟藍牙耳機放置的位置 就如果你有其他戴眼鏡的需求 或者是你要加裝藍牙耳機的話 也不會造成你的不適感 再來要特別提的是它的鏡片的部分 那它鏡片這邊是中間有做一個卡扣的設計 我覺得還不錯 再來是它鏡片的每一個的段落都非常的清楚 它的原廠標配是透明的鏡片 那如果今天你想要換像是墨片還是要電鍍片的話 TTC的原廠它都有給你做選擇 像這個是深墨片的 還有電鍍片的部分可以去做選擇跟搭配 有一點我覺得就是可能消費者會遇到的大問題 就是它的鏡片的拆裝這邊 其實還蠻不是那麼容易拆裝的 因為它是屬於這種拉敲式的 它會把它卡下來 拆下來就好拆 但是裝回去的時候 需要有一點經驗跟一點點的技術 對 這可能是很多人買KYT的安全帽回去會遇到的困難 建議你今天要換鏡片的話 可以去給比較有經驗的電源 請他們幫你換鏡片 好 那我們來講講它的風籤聲的表現如何 雖然說它的通光性很好 但它風籤聲的表現沒有到那麼的滿意 稍微有一點點大 這一點你就要考慮一下下 再來講講PTC還有一個特點我很喜歡就是 它可以加裝鴨尾 如果今天你是很喜歡健健的帽款來講的話 加裝鴨尾這件事情我覺得還蠻棒的 而且它加裝鴨尾的價格也沒有很貴 大概在500塊左右而已 就是它有多款不同的鴨尾的顏色可以去做選擇 那今天我拿的是熏黑的 可是其實它的鴨尾的設計我自己有一點不是很滿意的 就是它在這邊呢它會有一點小小的顆的字樣 就是它把它的 你要安裝到哪裡啊都把它印在這上面 而且它是在鴨尾的外面印 好那待會呢我們就來實裝鴨尾給你們看 加裝好鴨尾啦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只是它這邊可能有點可惜會比較 因為這邊沒有黏膠會跳起來好那也沒什麼關係 但我覺得蠻喜歡的而且價格不貴也才500塊而已 那整體而言這頂TTC我覺得還蠻棒的 CP值很高 如果你也喜歡的話也可以去做購買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介紹KYT TTC的影片 喜歡我們的影片別忘了按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 我們是HIMMOTO我們下次見 掰掰